大便还是榴莲 让我找出四人钟的卧底 那唐僧先说 我还没吃过这东西 没吃过 这两个都有可能啊 看猴哥咋说 师父不让我吃 不让吃 那应该是大便 榴莲是可以吃的 哦 那八戒呢 我小时候吃过 啥 八戒吃过 那肯定吃榴莲吧 接触时最好戴上手套 要戴手套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很脏 那沙僧是大便 再听一听 听说可以入药 入药 大便应该不能入药吧 汤僧有问题 猴哥发言 还可以当做武器 道师兄使不得 这确实不太好吧 听八戒说啥 有意思的生化武器 能当生化武器 证明 这东西非常恶心 那应该不是榴莲 所以 八戒小时候吃的是 尽量远离他 确实该远离啊 赵轮 信息有点少啊 再听一轮 这东西有大有小 大小 只有榴莲 才分大小吧 大便 只能说是一坨 那后面不用听了 卧底肯定是汤僧 嗯 错了 那谁是卧底啊